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我们现场邀请到 合情健康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博宪董事长 博宪你好 你好 我们请到他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创业的心路里程和故事 这样子 对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问博宪 就是当初怎么会想要创业 那您的起心动力是什么 毕竟在工作上 也有十几年我都一直没有换过领域 在建筑的领域里面 所以当一般来说也都累积到一个能量 那你觉得有更不一样使命感的时候 也同时有些资源 也同时也有某些你要做的这些内容 跟你以往比较不同 这个突破呢 就促进了我去做创业的这件事情 所以对您个人而言是一个 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 然后想要出来做自己的一个试别体 然后想要去创造一些自己的东西 所以就是让您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 我相信每一个创业者都有一个特质 就是在原本的组织里面 或原本的某些产品架构里面 有极高度 它有存在了非常多的怀疑 这些怀疑是不管它的流程 产品的内容或者是应对各方面 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当你的盘 是存在于别人的事业版图里面 别人的王国里面 你不容易在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一个场域 这样的王国里面 去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所以创业必然它都会有一种 我从原有的组织里面外扩出来 去做一个我觉得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呢 有非常极高度的需要风险的控管 那这个风险控管你如果能够掌握 可以让相关的资源 不管从资金或者跟着你愿意出来的人 都有愿意支持你的话 我觉得创业几乎是可以被推得出来 那许多的创业家的特质 就是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想要做自己的东西 然后不想要被原本的体系去限制些什么 所以就是会出来自己做 那这样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在核心健康事业的这个部分 它主要的特色 以及就是你们主要的服务项目 好 核心健康事业里面 从我们原有的核心建设的这个创业 大概约莫过了七年之后 我们另外衍生出了一个核心健康事业的这个体系 股东群不一样 所要做的事情也不一样 那是核心健康事业 它比较主軸 会是以大健康产业为主 而且它主要是以营运 包括在整个主体的长期持有资产为主 那这个已经是跳开 原本我们在盖房子这个领域 所以我们如果就我们营运上来说 这个整个开创性 它所要呈现出来的就已经有跟大健康 那大健康里面有主要两个这种最主要的角色 跟对象 一个是家属 一个是长辈 那我们也不得不去理解到现在目前我们所理解的这个长照 那长照其实并不是我们要主推的 我们会把整个这个市场外扩到比较属于大健康的区块 所以如何让它促进健康 而不是长期要卧床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使命感 了解 所以主要是在促进就是人类的这个健康的部分 然后是更加强在可能中老年人的部分吗 我们先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更大的架构 第一个毕竟我是从建设公司的背景来的 所以我们把场域从居住的这个载体 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你的居住空间 我们让它先达到一个全领的通用设计的无障碍的概念 这样的概念它可以让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纪 什么样的阶段 你住到这个载体之后 你都可以一直到中老 现阶段的我们在我们所住的房子到处都是门槛 它没有办法让你中老 这样的概念我们先满足 第二个部分 我们再来去提到 如何让比较属于年轻的这个族群 对于刚刚你提到的六七十岁这样的一个族群 两者今天可以有某程度的对话跟沟通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它不是一个世代的一个隔离 它世代的融合 所以它的共生必须隐含着包容 不管是长辈对于年轻一群的包容 或年轻一群对于长辈的理解 这个是需要有极高度的一个平台 所以这个平台我们刚回到我们所提的 我们擅长从硬体设备把它架构出来 架构出来的过程当中 让两者之间进到里面来 那所以呢 我们再往后进一步来去提到说 少子化的问题是因为 这些年轻人他必须要扛 必须要背负非常多照顾长辈的责任 甚至于他要负担出非常多的资源 是让政府去用到这些地方上面去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属于共享的概念 有没有一个属于互助的概念 有没有一个属于让整个机制上 可以不至于被冷漠 或者是被隔离 或者被孤独的情况下 家属又可以去发挥他的空间的情况 这个概念我们就把它讲成像是一个立体的适合院 所以在我们的工生仔 它本身就是一个立体的适合院 如果以外长级朋友来讲 就相当是早期他们卷助的概念一样 所以其实可以融入到非常多的东西 那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议题 在做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障碍 就融你讲的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的横跨面 所以它从水平的横跨跟垂直的横跨 要整合的东西就特别多 那这些整合重点在于 我们对于如何去呈现这个面貌 是有极高度的不理解 那这极高度的不理解 我觉得也蛮庆幸在我们以往的阳城里面 有个很特殊的这个部分 我们非常擅长在没有房子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在卖房子 所以我们会透过3D 我们会透过平面图 会透过模型 来让你知道这一块地所处的位置 有它的价值性 让你知道说这个房子盖好之后 它可以非常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这个如何把空气变成是一个梦想 是我们蛮擅长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度里面 我们把这个部分导入进来 也因为这个导入进来 必须要有带着我们很多伙伴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认为第一阶段的困难 到底都不是外面 到底都不是属于这个资金端 而是我们的内部的伙伴 如何理解这件事情 大家都有公司有理解 才能够有同样的方向跟目标 来达成这些事情 了解 所以在让外人在理解认同这件事情之前 就是内部的团队伙伴要非常 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要往哪一个方向去 对那这样子在这个合情健康事业的部分 就是有没有什么想要传达给大众的可能讯息 或者是说你希望带给你的顾客 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好 我们目前所做出来的在屋日 就是离高点到五分钟的共生宅 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讲 它是非常重要的载体 这个载体我们也首度 它不是用引法住宅 不是用老人院的方式 它有极高度是用旅馆的概念 来形作出这栋建筑物 所以这栋建筑物我们在第一阶段的设定是 让不管今天是高龄的族群或者是比较属于初老的 或者是属于需要有家属来这边做传席的 或者是有可能因为他来这边出差 甚至我发现有蛮多旅馆都是提供给回娘家的 那这些族群都是可以在我们的旅馆里面去使用 所以第一个我们想要传达的部分是 这是一个全饮的无障碍的 非常适合我们每一个人使用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里面的外扩 因为它有极高度的从无障碍通用设计来做设定 也包含我们里面的相关的餐饮 包括住宿包括所有的活动课程 它都是一体的 那这样的一个生态圈 对于我们现在所理解高龄 甚至包括我们提到的照护 包括家属的需求 都非常的实用 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目前希望呈现出来的是 让非常有这样需求的家属 或者是长辈 他有一个更多元丰富的一个选择 听起来就是三方完整的一个计划 那有没有什么样是目前已经在执行的 或者是说未来三到五年 有一家要执行的计划吗 好 我们如果再具体一点讲 第一个我们现在目前刚完成的 是在五日高铁站五分钟距离的 合景健康共生宅 那这样的共生宅 其实它不是唯一也不是单一 我们在苗栗也有另外一个产品 这个在苗栗联合大学旁边的一个案子 它是一个两代宅 同样一块基地里面分别前面有一栋 是属于高龄住宅 小平处的产品 后面这栋是三房的产品给家属住的 所以家属可以跟父母亲住在同一个社区里面 但是不是非得要住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那我们原本的设定是为了解决高龄社会 可能对于家属照顾长辈之间的问题 会必须要被割舍掉 非得要送到护理这家或安阳中心 那这样的模式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很特别的点 有人跟我回应说 你这样仿佛解决掉婆媳问题 那高龄问题的问题 产生出来另外一个两代宅又不一样的面向宅 那另外我们一个在新庄 新庄在台北医院的旁边 它这栋建筑物约摸大概400多平 盖起来这栋建筑里面 因为紧邻着医院 所以在空间里面 我们就有日照中心 包括有护理之家 还有相关的长照机构 以及我们楼上还有针对高龄厨具 还有相关的这个供应它的餐食 所规划出来的设备 那这个都是因为有别于一般 在医院旁边纯粹 它只是拿来做一个护理之家的形态 它有不一样的工程模式在 那还有在金门 我们金门有金门的案子 那还有一个是在基隆 甚至我们在最近新北市 还有一个宠物的共生产 它专门就是有养宠物的 它就是住在这样一栋建筑里面 彼此可以互相的照料 彼此互相的分享 大概就是我们一直在 目前大概近三年到六年 我们在推广的产品 嗯 了解 那这样子 其实会蛮令人值得期待的 因为它其实是改善了很多的社会的问题 或者是说在推动很多好的观念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就是博献帮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说有人他是想要创业的 那可能想要跟你做相同的产业别的话 那你有什么样的这样的建议给他们 或者是说原本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五月末大概在这三四个月有非常多的 嗯 很多的这个可能 很多的场合 然后不管是我的股东 或者是我们在建设公司这里的前辈 都不约合同跟我提到一个观念说 你怎么会给贪一些钱 再来做这个公益啊 我发现当我听到很多不约合同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听到是后面这一栋公益 还有前面那一句 要赚到多一点钱再来做公益 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也会存在于 跟我想要做同样事情的这些人身上 话讲回来我发现到 也愿意做我这样一件事情的人真的不多 因为他有极高度你要投入的资金 是要拿来跟其他的投资做比较的 如果把同样的资金拿来盖房子 他三年就可以把他的成本拿回来之后 还赚了他的投败率极高的投败率 但是把这一笔钱拿来做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你会发现他存在极高度的风险 而且他的投报不是三年四年 他可能会更久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们用这样的比较可以知道说 确实进来的门槛有他的困难度在 那我们再来把公益性的部分再来做一下说明 其实大家对于公益的概念 那个是我认为有极高度他的特质 对于某些使命 对于某些公众利益 他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否则你要去对于公益这件事情 要有极高度的去参与 我觉得这不容易 但是当你把赚钱跟公益这边 串起来的时候 他就会形成所谓的社会企业的概念 他就有一个他某种程度的商业模式 所以我认为应该从这一段进来 这是第一个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要来参与这件事情的人 必须要给予他足够的理解 那第二段才是针对 你要出来做创业这件事情 他所需要做的准备 不是存在于你的胆识 那也不是存在于你有多少的能量 而是在于你愿意付出多少的代价 这都是我觉得 对于想要出来创业的人 给予极高度的分享 了解 那今天真的很开心 可以听到不限的分享 其实你刚刚讲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的具体 我觉得提供给想要做社会企业的 可能年轻人或者是一些朋友 他们有一个很具体的方向可以去做参考 那今天就是也听到很多 就是我觉得很棒的东西 那也谢谢国宪 就是愿意过来跟我们做分享 谢谢国宪 好谢谢